Hello 大家好 我是街图链小姐 Jennifer 要是大家最近有关注市场的话会发现说 这一周呢是一个PASS百花其放的一周哦 那其实推出了还蛮多通行证这种PASS的 那其实每一个都表现的真的还不错 譬如说像是Moonbird Moonbird之前摄取的这个PASS我们来看看哦 这个PASS叫做什么名字 它叫做Proof Collective 它目前的地板价格是来到了83以太 那我们之前呢其实也有介绍这个第二十二名的 这个Premium Collector Pass哦 那这个目前地板价格也来到了1.34以太哦 其实表现都还不错哦 那再往前一点啊还有另外一个PASS叫做Aquatarmin Pass 那目前地板价格也来到了2.7以太哦 那总之呢这一周真的是充满了就是满满满满的 就是PASS的一个礼拜哦 那今天呢 Jennifer呢也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PASS哦 那这个PASS呢我认为应该是还蛮有潜力的 那这是什么PASS呢 这个PASS的名字就叫做Track Sniper Pass 那我相信啊如果说是有在碰碰NFT的朋友 应该不会很陌生哦 因为啊当我们想要来查看每一个NFT的 就是它的特征的一个排行的时候啊 Track Sniper是我们还蛮经常会使用的一个插件哦 那他可以看到就是说哦你这个NFT你的特征啊 的这个稀有度的排行是怎么样 那当然说如果说你回到你的钱包里面的时候啊 你也可以就是哎很一目了然看到是说哦 我持有的这个NFT我的排名是在什么样子的位置 那像Track Sniper呢他们其实自己也有就是排行的一个网站哦 那目前Track Sniper的使用人数很多哦 在每一个月Mothly User的地方是来到1M 真的是非常的多耶 所以呢这一次要他们要推出这个Track Sniper的这个NFT啊 我认为就是这个潜力其实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哟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Track Sniper的这个NFT哦 那这一次呢他们会推出两个等级的这个NFT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左边这个NFT呢是 它的名字叫做Alpha 那这个Alpha的它的NFT会推出3000个NFT 那这个右手边这一个是比较就是稀有的 那他们是创世版本的Genesis的嘛创世版本的 那他们的数量是只有333个 所以呢这一次会推出的这个Track Sniper的NFT呢 它的总数量是来到了3333个 其实数量不是很多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就是这个Track Sniper他们是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以及他们的价格会是多少呢 好这个Alpha的这个Pass的部分的话呢 在白名单的话呢 它的价格是0.2以太 那在供售的时候是0.3以太 那那个创世版本的话是2以太 那供售的时候是3以太 好那他们的就是这个有什么功用呢 我们来看看哦 就假设说你拥有他们的Pass的话 这两者不管是哪一个Pass的话都会拥有的是 第一个是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容易做交易的 这个好用的界面哦 那第二个是说啊 他们会有这种就是非常及时的这个买卖的履历哦 然后在OpenSea上面啊 有可能会有延迟哦 但是在Track Sniper上面啊 其实是还蛮及时的 好那第三个 第三个的是说啊 他们会有那种快速的那种有项目 如果说上架的这种通知哦 那这个部分是你可以去客制化 你自己的通知的列表的哦 好那第四个 第四个呢是说啊 会有这个Reveal Calendar 就是所谓的这种 就是公布的这个的日程表哦 那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知道说 什么时候会reveal这样子哦 好那第五个是说啊 你可以就是加入他们所谓的这个Alpha Group哦 所以说不管你是持有哪一个等级的这个Pass的话 你都可以加入这个Alpha的这个Group哦 好那第六个的话呢 是说你可以获得这个Track Sniper的这个白名单哦 那像现在很多很多的Pass一样哦 就卖点是在于就是这个地方哦 就会有这个白名单这样子哦 好那第七个是说啊 在购买的时候啊 你其实是可以去调整这个Gas Feed的 所以抢的时候啊 说不定其实我们用Track Sniper 其实是还比较好的 也说不定哦 好那第八个是说啊 你也可以去挂卖你的这个NFT 那第九个是说 你可以去追踪一些钱包哦 好那另外就是这个创世版的这个NFT啊 跟这个Alpha版有什么不同啊 它是多了哪些东西哦 它是多了 譬如说你可以自动买卖 然后另外再来这一个啊 其实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是说 它可以大量的去帮你下标一些NFT哦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这好处是说啊 当我们如果说 就想要去获得一个NFT的时候啊 那它现在地板价格可能还蛮高的 那你可能就是想要去 针对于一些NFT去做一些竞标 那竞标的时候 它有可能就会接受你的竞标价格 然后用比较低于可能Full Price 就地板价的价格卖给你这样子嘛 或甚至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手务不小心按到 这种新闻也是有出现过很多次的哦 所以呢 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一个去下标的话 其实还蛮辛苦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是可以帮你大量下标的话 哎其实真的是还蛮好用的哦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会是说review之后呢 你可以就是及时的去知道 就是每一个NFT的排名 那这有什么好处 这个好处是说 你可以比别人更快知道说 A哪一张是可能比较 排名比较高的 那你可能可以去做出价的动作 那这时候 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排名的时候 那可能看到你价格不错 你出的价格不错 那他们就卖给你了 也说不定哦 所以这个其实是 还有可能会让你有一些利润所在的 好那最后一个是说啊 那你就可以加入他们所谓的 那个Genesis的这个group啊 那就是所谓他们的创世的族群 那这个群组里面我想应该就是一个比较神秘啊 的一个内线组吧 那也说不定哦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拥有这个创世版的 这个NFT的朋友的话呢 你是可以加入这个他们所谓的 Alpha Pairs啊 Alpha的这个group啊 然后以及Genesis的group 就是你可以加入两个group这样子哦 那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其实也是有road map的 那road map的部分呢 其实前三点比较像是他们自己的 插件的一个优化 但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来看第四点哦 第四点的部分的话 他们是有提到是说 他们其实也是想要来发行这个token代币的哦 那他们之后也会有这个token的 值押的一个功能哦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哦 那第五点的话呢 是说他们可能不会只发行这个NFT啊 未来也是会有其他NFT的可能哦 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相信说 如果你早期持有这一次的这个NFT的话 或许后续的话 他们如果再推出其他NFT的话 你可能就是比别人更有一些 权益或是优惠之类等等之类的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白名单的部分哦 白名单的部分 其实是在那个Tresniper的Discord里面 都有一些资讯哦 所以Jennifer会把这个Discord的连结 放在影片下方叙述的栏位 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直接点击加入哦 那我们来看到是说啊 就是这个 白名单的这个 他们有分两种 还是有分两种等级哦 那这种会分成就是创世版的这个白名单 那这个白名单呢 是可以Mint的 就是一个 就是创世版的Pers 然后以及两个Alpha的Pers哦 那如果说你拿的是Alpha的这个白名单的话 那你就可以Mint两个 就是Alpha的Pers哦 好 那现在啊 如果说大家想要拿到Alpha的这个白名单的话呢 目前应该是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所以 就是请大家可能 可以加入这个Discord来关注一下 但是呢 他们是有提到是说啊 目前那个创世版的白名单 是已经发了99%哦 那这些活动通常是在 譬如说什么 Giveaway啦 或者是一些Collab 这等等之类的地方哦 那目前已经发了99% 所以其实如果说 你想要拿到创世版的白名单的话 或许几率已经不是那么的高了 但是没有关系哦 也是可以来试试看说 诶可不可以拿到另外一个等 也就是Alpha的这个白名单嘛 好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直接来TraySniper的这个Discord 来看看哦 那目前呢 他们贩售的日期呢 也已经公布了 会是在白名单贩售的时候 会是在5月1号的早上8点钟 那在公售的时候 是5月2号的早上的8点钟哦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记下来哦 那当然说白名单没有命完的话呢 就会到公售的地方去给大家做 呃 就是购买这样子哦 好 那我们再提到这个TraySniper 它其实是没有使用的期限的 总而言之呢 你是可以持续的用下去的 那如果说你是 呃 持续在这个NFT的这个领域里面 再去做一些生根的话呢 那我相信啊 如果说你是有一个TraySniper的这个Path啊 呃 应该会跟像Premit的这个Path一样哦 就是你可能会获得还蛮多的优势 跟别人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呢是可能会帮你创造一些就是利润的这样子 好哦 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 还是要跟大家讲说啊 NFT啊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哦 还是请大家要谨慎评估自己对风险能够承担的能力 以及自己财产分配的一个状况哦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